妈妈,我要听好文章 骑虎难下 有一个青年要到一个村庄去办事 途中要经过一座大山 临行前,家人嘱咐他 遇到野兽也不必惊慌 爬到树上,野兽便奈何不了你了 年轻人记住家人的话,一路风尘仆仆 他小心翼翼地走了很长时间 并没有发现有野兽出现 看来,家人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他放下心来,脚步也轻松了几分 正在这时,他突然看到一只猛虎飞驰而来 于是连忙爬到树上 老虎围着树干咆哮不已,拼命往上跳 年轻人本想抱树干 但却因为惊慌过度,一不小心从树上跌了下来 刚好跌在猛虎背上 他只得紧紧地贴住虎背 两手紧紧扣住老虎的脖子 而老虎也受了惊吓,立即拔腿狂奔 另外一个路人不知事情的缘由 看到这一场景,十分羡慕,赞叹不已 这个人骑着老虎多威风啊 简直就像神仙一般快活 骑在虎背上的年轻人真是苦不堪言 你看我威风快活 却不知我是骑虎难下,生死未卜呢